下一位是帶來機防監控候選上手 是 我為大家帶來機防監控候選上手 我是在經濟派的埃及 那今天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管理公司機防的一些過程 然後這個簡報給我拿 好那我是誰呢 我其實參加社群很久 我參加10年 好不然這次大家用了opas的iOS的版本 主要是我maintain 好 那這是我們公司的簡歷這樣子 那下個禮拜也會再看到我們公司的人這樣 好那為什麼我要介紹這個他的原油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其實主機很難多 因為我們公司有還蠻多的椅子資料在資料櫃裡面 所以他不能開口 那避免說是有一些自然風險的理由 那因為要監控他們 那為了省麻煩 那我只要把每一台主機都安裝一個梯門 然後拉把所有監控的資料資料都丟出來 那所以就發現了 我們公司的硬碟用量其實還蠻誇張 就是有關鍵來主機是到八九十八的這樣 對 然後包含主機的一些用 因為我們公司主要都是用電腦的主機 所以我就從Idea IC上面把資料拉出來發現 其實我們公司主機還蠻忙的 風扇子都蠻轉這樣 然後溫度也很高大概就是六七十度這樣 那用電量是13MP 然後接近3KW的電力 那這些都是主機部分的監控 那這些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連伺服器的環境 就基本環境的溫控都堆齊監控了 那整體方案其實不超過3000人就做完了 那我們怎麼做就只有最簡單的小米的全方案 對不到2500的 對 那你以為這樣就全都弄好了嗎 沒有 這絕對是Leaflag的節奏 因為我們還要幫Patch 它有HPatch才能用 那Patch完之後呢 其實不難 它只是接它上面的Suripode 那如果你不會知道 我可以找別人幫你 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用了 那所以我們就發現 我們公司機房溫度40.7度 對40.7度很熱 你以為這樣就很熱了嗎 沒有 最高溫是44.5度 對 所以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機房不溫了 那這個專案其實我發想就是 教育的資金是希望可以像吃點點一樣 悠閒的去管理 或是一種機房這樣子 那目前你還找不到它 因為我還沒有正式Release 那預計你年底之前會釋放 那公共時間我們公司機有正常 這樣 對 可以掃一下QR code 然後我們獲得到警機拜點 或者裡面BREASE 那你現在可能Release而已啊 你20年年間 可能你年9年才有 哈哈哈哈 我會盡可能 急早Release 然後放在這個簡報裡面 對 那其實幫忙我們官網也有 那順便先看一下 鯉魚叫怎樣 鯉魚叫 對鯉魚叫 鯉魚叫 對 大家都在開神叫 所以我們搖跟風一下 那順便幫台報宣傳一下 就是它台灣抓到小天使 那它可以幫你去找說 你的個資到底是哪裡外洩的 那可以掃一下QR code 對 它裡面會有更滿整的介紹 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 謝謝